主播会客室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是竹客管理协会的秘书长 李道林秘书长 欢迎秘书长 秘书芬好 各位正道的好朋友大家好 很荣幸今天能够上 正道的主播会客室节目 是 其实秘书长的人生资历 非常的丰富 他待过连电 台积电 望宏 还有国卫院 以及公研院 那目前呢 就是在我们竹客管理协会 那今天呢 秘书长最主要是要来 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像我们的标题 就是竹客现在在推动 医疗论坛的部分 公益活动 那是不是先让我们观众朋友 了解一下说 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推动 这样子的医疗论坛 谢谢苏芬 这个是第二届 竹客预防医学论坛的 一个大会手册 这是2021年办的 那一年为什么会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基本上是 我们都知道那时候因为全世界半导体缺货 所以我们经济部长找了竹客的一些重要的公司 有个会议 那结果世界现金的刘启光副总 大概开完会不久 就主动卖玻璃 忽然间就过世了 那我们非常的不舍 那当然在第一届的时候是因为 2018年6月那时候竹客有两位重要的人物 一位是我们制衣科技的创办人李洪玉总经理 那一位是我们伟顺集团的林清禾董事长 那一位是因为中风的关系 那一位是突然间的心急梗塞 那因为他们离开的时候 大概都在60岁左右 所以我们发现一个很大的落差 就是因为现在台湾的平均寿命已经是81岁了 那竟然有科技的是在60岁左右就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事情需要做一些事情 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落差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想推动 预防医学论坛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新竹有很多科技专家 可是不仅仅是医学专家 我们知道培养一个医生非常不容易 你看同一个医学系读七年 然后经过实习医师再组织医师 那甚至慢慢升到主任 甚至院长副院长 甚至到医学中心的政府院长 那是一个蛮冗场的过程 那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就 大概一个想法是 可能找企业家来献身分享 还有找一些医学的专家来 跟足科人在一些专业上面 能够对我们有一些的指导 所以我们第一届邀请施政隆董事长 我想大家都知道他 他是宏基集团的创办人 那是董事长已经中风20多年了 身上钻了13个指甲 可是还是非常的健康 我想因为他对健康 基本上是有高度的警觉性 只要身体不舒服 他就会马上寻求 专业的一个医疗的协助 是 好那秘书长 我想要就是请教一下 就是您说的这样预防医学论坛的部分 其实也是希望这些科技的人 可以更重视健康 因为可能他们平常就很忙 然后再重视健康这一块 可能就会比较的 可能也没时间 所以在推动这样医学论坛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部分 对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行程 可是千万要记住 一定要把健康放到你的行程当中 我们一天有24小时 当然有睡眠休息的时间 可是你绝对不能把人生 最重要的事情忽略掉 那当你失去健康 影响到不是自己 影响到你个人 还有你的家庭 那甚至还影响到你的公司 你可能是公司 在进行一个很重要的计划 那可能是因为你的健康 出了一个问题 那让公司整个计划延后 那当然对家人来讲 那是一个更沉痛的负担 所以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 正确的健康医疗的专业知识 因为健康是一个专业 就更重视自己的健康 因为你不重视 到时候你付出 会付出非常高的代价 对公司对家庭 都是会有影响的 那像第一阶的时候 许金龙董事长 刚才提到 因为他身为一个高阶主管 他面临到非常大的压力 那很多压力是可能没办法 别人没办法帮他分担的 那如果说对企业组 又没办法找到一个 很好的方式来释放 或是化解他的压力 那日记月累 可能就会造成生理上面的 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任何人都必须从 这些大家的这些走过的路 提醒自己 真的这件事情 一定要放在你的 这个每天的行程里面 我们第一届的 足科预防医学论坛 找陈良基部长 在大会首次有一个欢迎者 那时候就讲 他每天可能下班第一件事 你可能先到台大的操场跑步 因为科技部长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工作 那承受压力是很大 可是当动静之间的转换 可能我们的问题没有解决 可是因为我经过了一个运动的一个情境的转换 我可能会有新的灵感 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处理问题的方法 那我再提一下 实际上预防医学论坛也提供 各界在交流一些 针对我们的制度面 系统面有没有需要思考的 我必须提一下 就是在我们办 第二届是因为世界现金的刘启光副总的 突然间主动卖玻璃就过世 那在那过了一个礼拜以后 我经过台北医学大学一个教授的一个引荐 我认识立达诊所的吴宏城院长 这本书是他所编的 是我们永宁基金会出的 叫做全方位的健康大预言 结果吴宏城院长跟我讲一件 令我非常惊讶的事情 他说郭台铭董事长 在鸿海董事长的任内 他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 就是他让立达诊所 类似一个medical supporting center 就是医疗的求助中心 医疗求助中心 如果我员工的身体有不舒服 或是我员工的家人有不舒服 可以一通电话就打到这个立达诊所 就是这个医疗的求助中心 那我们都知道医疗是专业 我可能一个胃不舒服 可是说不定问题不在胃 是不是其他地方造成的一个问题 所以那这个郭台铭董事长旗下的 这个医疗的机构 这些专业的人员就马上接手 那当然会了解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 那他会做一个专业的判断 甚至护理师就会到现场来陪着我 或我的家人 然后那如果有需要 他们就赶快寻求医疗的这个资源 所以我非常意外的 就是在2021年的2月份 那个我们足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副总经理 因为主动卖剥离而过世 可是鸿海在郭台铭董事长 这个非常好的这个体制之下 那个副理救回来了 身体康复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又是让我发现一个落差 因为我们足科常讲 back practice 我们应该跟最好的人 最好的制度去学习 所以那天在第二届预防医学论坛的时候 虽然我们的所有的议程都已经排定了 我还是特别拜托 就是郭台铭董事长旗下的这个 诊所的这个武皇城院长 特地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很好的制度 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人站出来 让这个台湾社会有一个更好的制度 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照顾 因为我们绝对不是医疗专家 是 好 那密书长我想再请教一下 就是您刚才有说到的制度 就是公司制度的部分 那医疗论坛这部分 除了说希望个人非常的重视健康以外 是不是你们这边也会想要推动 就是企业公司在体制上 也可以跟就是您刚才说的鸿海来学习 是 其实我觉得不管一个人 或者一个企业都不断在学习 我想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我想任何公司跟企业 或者个人绝对不能太知道 就是在医疗的这个部分 是觉得鸿海这部分是真的做得很好 这是让我非常的惊讶 我之前完全不了解台湾会有这么好的一个 这种所谓的医疗的求助的一个系统 我们都知道有生育系统 而且在公司企业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系统 对 那他基本上我了解是 他透过员工福利 就府委会的系统 上府委会我们可以吃吃喝喝可以去玩 可是如果说未来府委会的各公司的主委 可以想说 我也可以把某部分的福利金 来照顾员工跟家人的健康 我觉得那是一个更好的事情 那这样的一个医学论坛 就是成立至今已经有大概五年的时间 今年是第五届 那因为那个秘书长不好意思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是不是最后呢 请秘书长帮我们重点帮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医学论坛这样成立五年 那你觉得成效如何 我们慢慢注意到大家有些的 对我们一个很好的回馈 像这次我们第三届议防疫学论坛的 欢迎此是国客会的林敏聪副主委 那我们就提到说 我们怎么在这个科技城 让大家更有幸福感 甚至我们是不是可以有大企业家 再加上政府的政策工具 我们可以为我们这个科技城提供一个 身心灵的支持系统 对就像鸿海郭台铭董事长 他的这个医疗的求助中心 或是我们有没有针对心理 跟心灵层面的一个支持系统 类似一个张老师或生命线的方式 所以我希望是说 大家都可以从这几届 预防疫学的过程当中 大家能够找到我们未来 更好的社会的体制 来照顾员工最重要的资产人 那我相信新竹有很多的科技精英 而且我们的这个整个产业的 这个经营状况非常不错 我们该有这个条件 可以在全世界走出一条新的路 就是所谓的身心灵的一个支持系统 那这是这个我今天跟大家的一个分享 分享这样一个医学论坛 所以今年就是会开始从身心灵的方面出发 是 好我们再次感谢秘书长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秘书长 谢谢 也欢迎大家3月18号星期六 到阳明交大的博爱校区衔机馆 参加我们的第三届 足科预防医学论坛 它是一个整天的免费活动 而且提供免费的午餐 谢谢大家 好我们也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 可以共襄盛举 那以上是今天的凯破大新竹新闻 我是刘淑芬 我们下次见